高中生命案癥結 台中地檢罕見公布偵查畫面 曝光一張 賴姓高中生跟下姓配偶 登記結婚後 騎車返家的照片 坐在後座的高中生 根本沒抱住騎車的下姓男子 隔開距離只抓住後方扶手 綜合其他激震 警方判斷這兩人 根本沒有感情基礎 有假結婚的嫌疑 所取得的 賴姓男子的 LINE手機的數位見識 以及這一個 雙方的通聯記錄 他們在半年之內 並無任何交集 在兩者去結婚的過程當中 他們所找尋的 結婚證人的執政 是隨機尋找 加上其中有一個證人 是被告要用3000塊 請他做證人而被拒絕 兩者關係梳理 沒有親密互動 檢方因偽造文書罪 起訴下姓配偶 但針對是否涉犯殺人罪 檢方則認為罪證不足 給予下姓父子 不起訴處分 我們把兩者 指甲內的 這一些生物急診 送化驗發現都沒有 對方的DN類 研判雙方根本沒有自己接觸 檢方公布事發當下 採證照片 下姓配偶住處 並無打鬥痕跡 環境整潔 加上檢警當下 馬上見識下姓配偶身上 也無抓痕受傷的急診 另外他們確實在 石柔的陽台欄杆 採集到了賴姓高中生的指紋 當天案發的時候 檢察官指示示發檢查 全動清查 並沒有人有發現有異常的聲響 中诊以上的過程 賴姓死者所墜樓的這件事情 沒有試證來指涉到被告有犯罪嫌疑 沒有明講高中生真正墜樓的原因 但檢方已經初步排除 下姓父子有殺人嫌疑 另外他們也公布事發當下長達30分鐘 賴姓高中生在醫院的急救畫面 針對賴姓高中生身上針控 背後刮痕 頸部的勒痕 警方一一解釋都有來源依據 都是急救過程 或者是高中生墜樓當下 留在身上的傷疤 強調一切偵查過程符合程序 TVBS新聞 理智能量反映 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